喂 你好 喂 宝妙 嘿 你好 老师傅 你好 我要请问一下 这个番茄 它的整体 里面都会四五六 像我涂到铃铃铃 它很碎了 它到底是什么情形 嗯 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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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师来 这个部分 可以稍微知道一下 这个大概是这样 这也是含着头的关系 尤其是大果番茄 其实连小果也会这样 就是说它一斤火里面 它通常就有几粒 它的营养的吸收 还是什么 对较不错 所以它通常在番茄 在佐果的时候 就比较容易我们讲的主要粒 这个经营 很容易来给它这个三星 所以这一般 就是说 在我们 如果是像 像这个大果番茄来说 它如果是有四粒 是正常的 所以它就没去给它做条件 一般来说我们通常是比较过去 跟它做条件 但是这个原因最主要 这个会擦 算是大小 会擦那么多的一个经营 这因为就是它 所累積的一个 可动性物质不足 简单说就是它这个营养分质不足 所以通常我们在营养的时候 就是说 你要是说它这个 比较厚厚 这种情形 通常它这个热桃的 有这种比较大小的一个 这个情形 要怎么样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说 要去 可以用一个东西去 做刺激 刺激它这个 这个单位结果 因为它就是肥粉 无活力 还是说 这个热桃它这个 打不开 所以我们就能用 一个东西去 做刺激 这种通常是小粒 它比较小粒的 它一般来说 它里面是没质 因为我们担掉过 还是说你没担 它现在 担起来 担起来之后 它里面没质 没质 就没法去正常的一个 这个法用 所以通常我们会用一点 GA 一般来说 GA3 我们差不多就用 在这个10ppm左右 这10ppm左右 可以加在它噴 所以你如果想说 对到这个冷的时候 想过头冷还是黑音 最主要是黑音 在我们文释里面 大概我们还是 对到都是黑音 这个想过头没质 想过头没质的时候 你把它加一点点 这种东西下去 这确实是有一定的 这个好够 这个通常是可以 比较平均 就是说一般粒 比较有 这种情形 再来就是说 在这个我们在处理 有时候就是说 在这个左果肌的应用里面 一般如果是 有这种的一个 这个看法 就是说 你如果是说用这个24D 当然现在我们是 都是用这个4cp的 你如果是说用这个24D 来给它做这个 像这种黑音听 你还要用24D来做 和这个 GA 混合作为来用 这个技术 在用的时候 要注意 通常因为冷 它都不用用 很多的好够 所以它也是 差不多10ppm 就是说 这个一个ppm 就是百万分之一 10ppm 就是十万分之一 十万分之一的 这个技术 这种东西 我们来用 这通常 它的效果就更好 你如果是说 这个日数在那里 噴太多 他有很多人 会发现说 日数在那里噴太多 它会慢熟 在等熟的速度 会慢 慢几天 但是 就是说 你若是拼拼 農土控制的好事 他通常这种垃圾就大小 这通常是 有时候读到这个黑暗的时候 你会用这样来做条件 这通常是有这种情形 所以其他可能是没太多 其他做法 这一般来说通常我们可以了解 这个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政策 这个管理的模式 不过有时候 很多人就说不用那会去 这种环境 如果读到这种盘意 就是这些大家都没得到这个情形 整期就这样 因为你能够把他 把他做掉掉了 他会比较平均 把他做掉掉了比较平均 有时候的这个情形 就是说本来一半粒要更大粒 只有几粒要更小粒 现在整个都差不多平均 都没那么大粒 这通常是 所以是怎样在这个大果番茄 里面 就是说如果有四粒 都用理数带来店 因为这个店铁也会比较大粒 虽然这个4CPA 比较安全 但是你看 在这个做点灰来说 如果需要点灰的时候 通常在大果番茄里面 都会用240 会用理数带 因为它会比较大 所以变成有一种工范 就说理数带来就适合大粒 这个4CPA就适合小粒 小粒因为你不是拆 你较不到一个点 所以变成一种比较小 但是它比较小 是这个粒头的大粒 所以有这种经营 现在在这个全世界 对到这个干嘛蜜 在筛算的时候 通常就是说 他们会去选一些比较 较耐低光照的一个东西 因为大果番茄 大概在这个环境里面 因为它都可以储存很久 所以一般 他们比较特别的一种 是说它是不是就要低光照 耐低光照 但是这个小番茄 小果番茄 因为这个鲜食市场的 这个政家它比较新的 在这方面是有政家很多 这种鲜食市场的 这个政家的时候 主人这种东西就有这个需要 因为它没人放那久 没人放那久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有可能去 遇到这个低日照的这个情形 所以它也是要去找一些 它本身的东西 哪里低日照的这个瓶颈 这是为瓶颈去改良 但是以我们来说 我们就是说 会选定这个瓶颈 我们来为在外管理的方式 来去做一个改变 刚才说的是利用这种 这个植物生长调节剂 用这个佐果剂的这个部分 调割的这个部分 来把它处理 另外一个就是加瓶颈 这个适当的这个加瓶 因为他过来说 就在无论了 又把瓶颈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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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很多是因为这种的这个问题 这就是说适当的这个 这个拉开距离 这通常这个垃距离 就比较不小 这有时候是 我们必须要去 犀牲的一个这个所在 并说像今年 净败的就没贏 这因为 无论是属性过得多 你如果说电所都好听的时候 净败的就贏 因为净败的那一头 都照得到 它的光照较强 那一头都照得到 所以它三量就比较高 如果今年就不一样 这今年呢 这个部分就不三样 所以这有时候 在这里就能做一个这个比较 这给朋友呢 可以认识一下 这个大概是这种做法 这等给你提供 给你做参考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